中美兩國青年互訪 延續乒乓外交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乒乓球隊應邀訪華 一連九日走訪北京、香港、上海以球會友 而北京大學乒乓球隊也應邀訪美 參加美國乒乓球公開賽 以及中國駐美國使令館舉辦的 紀念中美乒乓外交一系列活動 1971年美國乒乓球隊應邀訪華 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 小球轉動大球成為佳華 被譽為乒乓外交 這次訪美讓我耳目一心 在那邊講中文的孩子 參與到乒乓球這項運動的這些年輕人多了很多 更重要的是通過這項運動增進兩國之間的友誼 我覺得這個關鍵詞就是增進友誼促進和平 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 在兩國於1979年正式建交前 中美青年乒乓球運動員踏出第一步 為中美關係正常化拉開序幕 近年中美關係緊張 美方很應該重拾當年乒乓外交精神 與中方加強溝通交流 增進兩國友誼 中美 司法華 是中心寶創魏 安排雲 零件事 中心寶創魏 廳